这位兄弟 可能刚才有些误会 还请好好说话 我明明跟这个姑娘结的梁子 怎么 你还想过来倒插一下 俗话说得好 冤家一结不一结 你看这样好不好 这里的瓷器呢 渐渐都是精品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任你挑一结 聊做补偿 爽快 就这么定 我真的是不喜欢你 彼此彼此 等你出京那天 我绝对不会送你 更不会让家罗送你 你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吧 后会有气了 等等 有没有人说过 你真的很傻 关你何事啊 我想跟你解释清楚 现在 可也就是我一个机会 谁说你会有事 我娘说过 我生来有异性 将来一定是一个大贵大贵者 你跟我在一起 一定也会遇难成效 见你几言 我杨坚愿意交你我朋友 行是行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很烦 以此彼此 参见圣传 不必多礼 反正 打心眼里 你也从来没瞧得起过 他日如果有缘 你我还能结个儿女亲家 我儿子 未必看得上你 你女儿如果长得像你 我也不会痛 立花 来 哎呦 哎呦 怎么呀 不理这回小子 阿爹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没事 有人就喜欢占嘴上便宜 多个人疼立花 不是挺好的吗 哎 我说圣上 你既然这么想做 立花的阿爹 不如等他将来出阁 你就以公主之一 给他备份大礼不就得了 那是自然 用不着你操心 走 立花 圣上 到现在才想着我们 上上 你也太贴气了 回来就好了 臣您放而立 不敢受驻国之尊 哎 行了 你还在这跟我们客气 这三天之后啊 阿云和丽华就要办喜事 你这个当丈人的官大点 寡人面子上 也好看一点 刚替你卖完命 转头就把女儿送给你家 圣上 你这算本打得也太久了 可不是吗 你在外带兵 也不知道替寡人省着点 现在国库里面 可是熊的叮当行 这庆功业啊 和喜事就一起办了 啊 哎 你可别给寡人横鼻子竖眼的啊 这未来的天下 这庆功业